哈哈哈哈 可以问你们几个问题吗 不是做Sales的我 有打个电话现在上车 这个我祖宫的朋友叫我 这个阿爸阿妈叫我 早点早 这个是什么手机 呃Vivo 呃... 人机咯 哈喽我是Hikon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 Sriper Dalek 这个地方真的很够的 难找parking 很够的材责 找了很久才找一个parking 就之前我在网络上面 有看到一支影片 就是你全身上下的穿搭 到底值多少钱 在Mid Valley拍的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 我可以拍一个进阶吧 就是你全身上下的科技产品 到底值多少钱 对啊我就是更多 哈哈 Let's go 就是我想要我们做科技内容的话 就想要是找Midia 在这边这样够人 门口一堆人 问你几个问题吗 可恩你好 你好 你好 可以想问一下你全身上下的科技产品 到底有多少钱吗 好我今年25岁 这一台是HP的电脑 当时候买应该是3000多 两台手机 手机呢当时候华为Nova 2i买的时候 是1000左右吧 然后iPhone 6 Plus是大概3000多 这个手表是这个小米的 MX Speaks 这一个大概是200多吧 还有一台iPad mini iPad mini当时候买大概是2000多吧 哦22 啊我还在读书 这是iPhone 11 Pro 就我在Apple Store买的 5600 然后这个是 这是很久 就是之前之前还可以用啊 Samsung Note 4 我买多少钱 应该是 3800 诶 要摸摸一下 里面太多东西了 你身的背包都很多东西了 你能不能找吗 应该是很像寻宝这样寻的 对 还有一个是我换下来的iPhone 6s 买2800 我刚才就换了一个 Full Screen的保护膜 就28块 要摸摸一下 我帮你拿 我来整一堆 就还有一个耳机是 AirPods 就在Switch买的 699 带子是在Ninja买的 10块钱 哇我今年17岁 刚毕业 刚刚什么品牌啊 一个Samsung 一个HONO 这个是Samsung J7 Prime 那时候我买 1200 这个是HONO 那时候我买1300 我买34 我买1400 我买1400 iPhone 8 我买1400 Ringgit 我买14000 Ringgit 我买14000 我买 Node 8 我买14000 我通常购买一个电脑,这是我的充满 我只是买了Ninja,139元 我试试一下充满的充满 这个是39元,这是一个剩下 这个是IQOS,大概300元 在IQOS中心 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很快的,一分钟 今年25岁就做工了,现在做工 第一个是Huawei P30 Pro Midware 买的 那时候买3000多元 第二个是iPhone 11 iPhone 11我买的时候都是3000多,5000多元 这个是Midware 好像是2000多元 这个是做工用的 这个是Huawei Gender Monster 应该是1600元 当初我买这个是 我打算可以关注到我,这个我女朋友送给我的 打算关注到,谁知道关注不到我 买多一粒,没关注这个 有钱人喔 没有啦,OK 这个是Apple Watch的 大概... 母亲们喔 好啦,今天的街坊终于结束了 总结就是呢,现在年轻人都很有钱 他们最少手上都有两三台手机 算起来应该都有10千 这样子啦 反正我觉得大家都是很有钱 在讲经济不好什么都骗人 好啦,这样你身上到底又值多少钱呢 我们下一集继续街坊 去到很多学生的地方就是 PV128 下一集见啦 记得来偶遇我 拜拜 拜拜